最伤男人的三件事 中了感情也就淡了 感情都是有保鲜漆的 大多数人离婚的原因也都与死有关 很多时候分开往往都是因为伤害达到了一个人的极限 当感情受伤的时候 分手也成了必然 很多夫妻在一起 觉得自己很爱对方 觉得自己为对方做的已经足够好 为什么对方还不满足 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好 别人并不觉得好 伤害也往往都是从一些小事中出来的 都说男人应该坚强 要靠男人来支撑起整个家 男人并不是超人 也不是铁打的 有有累的时候 也需要有人理解 但女人很多时候 在生活中也许不经意的一个举动 就会让男人很伤心 最伤男人心的三件事 做了 你们的感情也就淡了 第一件 在亲人朋友面前丝毫不给面子 有过这样一段话 男人靠捧 女人靠红 一段婚姻里 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很重要 男人在外苦点泪点 都无作为 在家里 女人一定要懂得理解男人 很多时候 男人的自尊心都比较强 女人在家里 可以说男人 但是在外 一定要给男人留住面子 女人可以唠叨 但是不要骂人 更不能骂对方的父母 你不行 窝囊废之类的话 一定不要说 往往许多话 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口里说出来 伤害往往也是致命的 女人一定要学会给男人面子 否则 只会使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淡 第二件 身边很多男人 跟男人暧昧不清 很多时候 男人不怕苦 不怕累 最怕的往往是自己 女人的心不在自己这里 婚姻里 伤男人感情的 往往都是最亲近的人 尤其是自己的女人 如果一个女人身边 总是会有着很多男人 常常会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即使没有事情 但在男人眼里却不同 男人会有危机感 一旦暧昧多了 出轨的机会就多了 时间长了 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淡了 第三件 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 没钱的时候 熟落老公 时代在变 人也在变 钱已经不知不觉 变成了人们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东西 尤其在婚姻 爱情里 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开支 都要靠男人去争 男人的压力 也自然而然变得很大 常常会有人 那样一种女人 花钱大手大脚 买着各种各样昂贵的东西 男人有钱的时候 就会变得异常主动亲热 一旦男人没钱了 就会各种数落男人 说男人没本事之类的话 久而久之 感情自然就变淡了 婚姻里相互理解很重要 女人要考虑到男人的不容易 很多时候 更不要去做一些 伤害男人的事情 婚姻不易 遇到疼你爱你的人 更不易 珍惜彼此